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发明让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辩解 但是,其实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还有这一些 让你完全无法仰视的巨型机械 不断确保着人类世界的进步跟运转 这些巨型机械看起来就像未来世界的发明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就是世界七大著名的巨型机械 勺轮挖掘机 拜格293挖掘机,高达95米,重达1420万公斤 是吉尼斯世界记录承认的最大和最重的陆地机械 这台机械看起来很骇人,声音也很恐怖 但它的工作却非常简单 18个巨大的铁桶安装在一个巨型的轮子上 当轮子转动时,大桶藏起泥土并倾倒在传送带上 每个大桶能装6600升的泥土 相当于大约80个大浴缸的容量总和 目前拜格293挖掘机 部署在德国汉堡的一个荷煤矿上 爬行者运输车 美国航天局的爬行者运输车算得上世界最大的运输车 它是一个像盒子一样的矩形钢结构 长41.2米,宽34.7米,高6.1米,自重2722吨 加上火箭,飞船,发射架和发射平台 总重达8100多吨 它的一前一后呈对角线的位置上 安装着两个驾驶室,因此前后都能开 驾驶室里安装了监视仪器,操作控制设备,电子设备 尽管爬行者拥有5000马力的载运能力 当它载满时,最高时速也止不到每小时两公里 这辆厚重的机器,自阿波罗时代就开始运作了 热光炉 Forcellae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光炉 由法国科学家设计制造 作为局势文明的雷人建筑之一 它坐落在法国南部方德罗美乌社区 这是一面能够将阳光聚焦到一个点上的巨大镜子 它反射出的热光达到惊人的3500摄氏度的高温 这热光炉能够用来熔炼钢铁发电 甚至将二氧化碳转化为能源 空中灭火机 飞机不仅可以搭载我们漫游世界 有时还可以充当巨大的灭火器 这架由波音气势器客机改装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灭火器 取名为Supertanker 它可携带2万加仑的化学灭火药剂或水 对火灾区分洒阻止严重的山林倒火 Supertanker的造价高达5000万美金 且执行任务每小时就需花费3万美金 所以也只有在面对极大型山河时 才会出动的高容量灭火器 大型墙子对撞机 大型墙子对撞机LHC位于类似和法国边境 是迄今最复杂的机器装置 它是一个圆形加速器 深埋于地下100米 它的环撞隧道有27公里长 因此走完全程要花4个多小时 大型墙子对撞机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大机器 它的精确抽长是2.6659万米 内部总共有9300个磁体 大型墙子对撞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 这台机器是由全球85个国家 还有大约8000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合作兴建的 它用于碰撞实验探索位置领域 例如寻找暗物质 世界最大的隧道挖掘机 这款巨大顿钩隧道挖掘机叫做比尔塔 是专门为了挖掘隧道而生的 这款机器是在2012年时 美国委托日本热利造船公司建造的 为了研究这款巨型隧道挖掘机 总耗资5亿元才将这个钢铁巨兽建造出来 这挖掘机的直径达17.45米长110米 重量更是达到了7000吨 最大挖掘速度可达每小时3.6米 可以说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破坏怪物 全球最大锋利发电机 这台世界上最大的锋利发电机名为V164 由日本山林重工和威斯塔斯建造 它高达220米 安装着三个巨型叶片 单片重约35吨 每个叶片长达80米 比波音70G科技还要长 发电机机舱重约390吨 机舱顶部甚至可以用来当作直升机的停机坪 体型最大本市自然也最大 目前V164也是世界上单位时间 发电量最大的锋利发电机组 理想情况下 一天24小时能发电24万度 足以为15000户家庭供电 感谢你观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请帮我按赞分享 谢谢